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低了 那么淋巴细胞数升高了 这个有意义吗 其实我告诉你 这些意义不算很大 为什么 你这个中性的力胞百分数降低了 降低了一点点 那必然有其他的项目增高了 你比如淋巴细胞 它就增高了 中性就会下来 它总体是百分百 那么兄弟三个人一共分着百分百 那么老大 这占比降低了 那么一定是老三或者老二 这占比升高了 总数只要是合理 而且中性的比率不是那么高 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讲 基本就可以判明 身体上没有限症感染的急性炎症 什么叫限症感染急性炎症 比如你现在有肺炎了 比如你现在嗓子疼 点到底发炎了 这个时候白细胞总数会高 中性力细胞百分比也会高 中性力细胞是干什么的 中性力细胞是用来杀灭细菌的 那么身体里面有感染 一般是细菌感染 这个时候 这个白细胞当中的中性细胞 这个警察部队就出动了 它出动 它的比例就会增加 那么首先白细胞总数会增加 那么中性力细胞比率会增加 这种情况下 表明身体当中有感染 但是你记住 单靠它是不行的 为什么 一般感染的时候还有发烧 红肿热疼等其他症状 所以大家记住 其实来讲 最关心的在血肠龟当中 白细胞这一大类 首先大家关心的是 总的白细胞数 以及中性的比率 那么第二大 其实最重要的是 是血红蛋白 大家一定觉得 我这个红细胞数是不是最重要 红细胞数其实来讲 比血红蛋白呢 首先这两个是平行的 红细胞数多 血红蛋白含量也会多 但是血红蛋白更直观 对于医生来讲 你知道我们在看血肠龟的时候 我们第一眼看的是什么 对于一个健康体检者 我第一眼会去看 血红蛋白的比率 血红蛋白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正常是120到160 对于很多健康人来讲 比如男性 他会超过160 稍微高一点 说明血粘质度高了一点 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关心的问题是 隐性贫血 隐性贫血 你就是说血红蛋白程度比较低 这是我们首先第一要看的 你会问我 为什么你第一要看白细胞呢 我刚才已经解答了 其实白细胞高 它不能完全表明身体有炎症 所以呢 对于健康无症状人群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 它的白细胞是不高的 无症状健康人群体检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血红蛋白 因为隐性贫血 比如你现在血色素100克 这个血红蛋白我们这个传统名字就叫血色素 血色素100克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是没感觉的 很多人也很难从表面上 它就是显得比较苍白一点 能看出来 但是呢 体检这个简单的检查就会发现 它血红蛋白降低了 血红蛋白降低就是老百姓所谓的贫血 你知道贫血对于体检多么重要吗 我经常会被人问一个问题 说张准 你认为癌症就是恶性肿瘤 早期的信号是什么 我说恶性肿瘤 早期的信号就没有信号 一般来讲 它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呢 你非要让我说出一个信号来 我就会告诉你 血红蛋白贫血 就是早期癌症的一个信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成年人来讲 在这个时代 营养性贫血很少见了 除非是素食主义者 或者长期的减肥者 那么对于一个健康 无症状的人群来讲 尤其是成年男性 一旦出现贫血 你想一想 这个贫血它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就是造血减少了 我刚才说了 营养性的贫血 造血减少 这个时代很少 第二 白血病 白血病呢 其实对于小孩发病率很高 对于老年人发病率也不低 但是对于中年人 20岁到70岁之间的人 白血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再一个解释 就是流出去多了 流出去多了 它也会贫血 那么流出去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一共这几个腔道 呼吸道 呼吸道出现出血 你痰里面一定会带血 都已经贫血了 即使没有血块 血丝你是能看得见的 所以你一定会知道 第二呢 就是泌尿道 就尿出去 其实尿里面有一点的血 你肉眼都能看得见 因为导致贫血的这个尿血 它的量可不是那么的少 所以呢 其实你也能看得见 再往后呢 就是消化道 就大便出现了便血 大便出现便血 其实你是看不见的 为什么 如果一天十毫升 那么一个月就三百毫升 三百毫升很可能 就是你一个血色素 血红蛋白降到了一百克 就是这个水平 那么如果一个成年男性 发现贫血 我们就会问他 你有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情况啊 如果不知道 我们会让他干什么 做胃肠镜检查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成年人贫血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 你比如女性 它月经量多 这是可以解释的 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是肿瘤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血肠规 我们能看出肿瘤来 就是因为 我们首先会关注血红蛋白 它的重要性 要比白细胞重要多了 那么除了白细胞 和血红蛋白之外 那么就是血小板 那么血小板呢 其实上来讲的话 就是个PLT 一般来讲的话 它正常值呢 是100到350 但是呢 如果你是8090 也不用太担心 很多人正常的80到90 它没有出血 没有止颠 就腿上不会有 清一块 止一块这种情况 我们重点看什么 重点看白细胞 总数 中性粒细胞 总数 以及重点看 一下这个血红蛋白 另外 注意一下血小板的量 那么像这些 这么多指标 什么红细胞 比荣啊 什么血小板 比率啊 这些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讲 价值不大 但对于健康人来讲 我们主要关注的 其实是 血红蛋白 是第一位的 白细胞 是第二位的 血小板 是第三位的 所以大家对 这三十多项的 血长规当中 你关注个 四三到五项 就足够了 其实我把血长规 讲这么多 就是告诉您 目前因为是机器 查这些实验室检查 也就是 那么三四项 最关键的 所以看问题 要看主要问题 那么我们就举个例子 像这个人 这是前天 这个我们单位的一个 同事的 血长规的结果 我标成红矿的 就是我首先要关注的 我们首先会看 这个人血红蛋白 HGB 它是多少 127 你看 是一个正常的 这是一个女性 它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起码说明 它营养很正常 另外月经量不多 这个能够判断 看完血红蛋白 我们会看白细胞 WBC 这个人白细胞 大家发现怎么样 偏高了 偏高了 在白细胞的上限 那我们看完白细胞以后 那叫中性力 就是对付细菌的这个比率 你看90%了 这个时候 你再问一问这个受检者 他说 他最近嗓子疼得厉害 那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办 他就应该吃抗菌素了 老百姓叫消炎药 其实不要轻易地吃消炎药 但是像他这种状态 就应该吃消炎药了 那我们把这个看完以后 再看血腰板 PLT 血腰板 219 很正常 所以呢 这是一个正常的健康人 发生了上呼吸道感染以后 做了血常规 其实来讲 我们只关注方块内的这些东西 就够了 我们看看变常规 变常规最该关注的是什么 其实变常规最该关注的是两个 第一呢 如果你有腐蟹的情况 那么变常规 当然是粪便白细胞 需要关注一些 但是呢 对于大部分人 正常来体检的时候 他是没有腐蟹的 他白细胞的量一般不会高 如果特别高的话 有可能这个人有慢性肠炎 你会提醒他 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 更关注的是 大便浅血 就是粪便的OB实验 所以呢 我放在方块里面 这两个是你最应该关注的情况 这里面排在第一位的是 大便浅血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大便浅血这个东西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的话 他的身体的失血 在其他部位 都非常能够容易发现 但是在消化道 是很难发现的 除非大量出血 你出现黑便了 或者肉眼可见的血了 一般来讲 一点点的出血 我们是不能感觉到的 而这个时候 这个大便浅血就很重要 为什么 浅血阳性的人 大约有四分之一 是有消化道肿瘤 以及消化道慢性炎症 所以除非你有痴疮 很明确 那么这个检查 是一个特别简便 特别有效 特别便宜的检查 所以大便浅血 是所有检查当中 所有啊 我不光指的E 也包括X 它的弥足珍贵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会建议 我们来检检的人 一定要做大便的相关检查 因为在检检中心 流便率不到20% 也就是说80%的人 他把这个大便常规 给钱给交了 他不流便 为什么不流便呢 第一呢 他在检检的现场 在这个医疗现场 他解不出大便 他不像小便 随时可以流的 第二呢 让他回家流 再寄过来 或者送过来 这个过程呢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就是因为 大家对这个大便的检测 不太重视 但是你记住 大便的检测 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那么说完三大常规的 血常规和便常规之外 我们看看尿常规 其实尿常规呢 我们流便率非常高 因为大家一般都会遵从 当时给一点小便 送检查 那么尿常规里面 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呢 尿常规里面 最关注的 其实不是白细胞 还是 这个红细胞 也就是说 尿里面出现红细胞了 就说明你的密尿道 有问题了 不是膀胱的问题 就是肾的问题 所以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大家记住 女性的体检者 她的尿里面出现红细胞 很可能是污染的结果 但是男性的尿里面出现红细胞 是一个比较应该引起重视的情况 另外 女性的尿里面 尿常规里面 发现了白细胞的数量增加 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也是可能被污染的结果 因为相对女性的尿道比较短 外阴的各种分泌物会污染 尿常规 那么男性的白细胞多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尿常规 其实对男性来讲更重要一点 因为女性的尿常规 被污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被污染以后怎么办呢 其实做第二次和第三次尿常规检查 来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对男性 一旦出现尿里面 出现比较多的红细胞 或者白细胞 就说明有密尿系感染 或者有整个密尿系统的疾病 无论是肾炎 还是密尿系统的肿瘤 都会出现尿里面有红细胞 这种现象 当然尿里面有蛋白了 怎么办 尿里面有蛋白了 如果三个加号 两个加号以上 尤其是男性 还是要非常的注意的 为什么 有可能是肾炎 也有可能是糖尿病的状态 糖尿病导致了糖尿病肾炎 很多糖尿病病人 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他都出现肾炎了 他都出现消瘦了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半年没有见他 瘦得就比肝一样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瘦了 我以为是减肥的效果 我说你这不太像减肥 因为你整个状态不太好 然后他就去做了一个 我们那儿做了一个检查 然后血糖高一些 血糖高一点 不算很高 就算是个糖尿病人 血糖八点几九点几 但是尿里面出现三个加号的蛋白 我当时觉得坏了 我说你再抽个糖尿量实验 他就做了个餐后血糖 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二十多 那可是比较严重的糖尿病了 所以很多糖尿病 空腹的时候并不是很高 但是餐后特别高 那么我们再一检查 它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常年的糖尿病 他自己不知道 它已经出现了糖尿病性肾病 它在肾里面开始漏蛋白了 肾里面漏蛋白 人整个消瘦下来 而且漏蛋白导致这个消瘦 它是特别不健康 一看它跟减肥那消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还觉得挺奇怪 他说我的空腹血糖不算很高 我怎么有这么严重的糖尿病 我说是 因为你餐后血糖特别高 你就属于那餐后血糖高那类的糖尿病病人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可能脱了好多年 然后也不至于控制自己的血糖 吃饭也不注意 他说是 特别爱喝饮料 爱吃主食 然后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糖尿病性肾病出来了 所以我们及时的给它转诊治疗了 现在还很健康 所以早点发现慢性病 其实避免它的病发症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症